康熙皇帝,听到他这一份奏报,差点没一口气窝过去,让他气死,一口老痰就吐到他的脸上,呸!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九子夺迪当中最精彩的部分,我认为,就是康熙47年以后,太子应仍两次被废,这一段前前后后的故事,那么在这段故事当中,真正的主角是谁呢? 有人说呀,那既然提到了废太子,那肯定就是应仍,要不见呢,就是那个被枪打的第一个出头鸟,那个大阿个应之,这要我说呀,都不是,那太子啊,无非是这条脉络的主线,这应之呢,也就是一个故事开始的导火索,那要是一定给这场宫斗大戏非要找个男主的话,我认为啊,这个最佳男主角奖啊,应该颁给两个人,这是一堆父子啊, 父亲呢,就是康熙皇帝,而这另外一位男主啊,就是八个应四,无论是青史研究的学者,还是笔记小说的作者,还有呢,就是像学徒我这样的说书的,那要是讲起这对公为往事啊,我想都会是围绕八个应四,和康熙老皇帝,这父子爷俩身上的故事展开, 那今天啊,咱们就主要要捋一捋,这两年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咱们这故事啊,得从康熙四十七年的九月初四开始讲起, 就在这一天,康熙皇帝下令将太子应仁拘禁,这里啊,是热河猎场回北京路上的一处行在,随皇帝出行的文武公卿和皇子阿格门都知道, 这就证明着太子是即将被废,关于废太子的缘由和仗殿夜景的故事,咱们前边介绍应仁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在这咱们不多废话啊,咱们这篇啊,还是单说老八, 到了九月初七这天,也就是所拿太子的三天后,康熙皇帝令刘京的印寺,属内务府总管事, 有人说康熙皇帝这道御址是有意让老八好替这皇妇康熙看好自己的银子, 因为这内务府的钱呢,就是皇家的小金库,其实啊,不对,小了,小了,什么小了,格局小了,想错了康熙皇帝了, 康熙皇帝这会儿哪还有心思想起自己都领了点钱来了啊,因为这康熙皇帝知道, 内务府的原总管林普是这太子应仁的乃公, 这康熙皇帝早有耳闻,这林普啊,就是太子一党在外搂钱的耙子, 对内吃拿卡要对外是大家勒索,没错,把老八派到内务府啊, 确实是对着印寺的信任,把这么重要的职务委任于他啊, 是让他去查林普摊没的罪行, 九月十六日,康熙皇帝回到了北京城, 简单麻利快啊,到十八日的头上啊,就已经告绩天地宗庙设计, 废除了太子,把这废太子应仁啊,囚禁到了紫禁城西北角上的咸安宫当中, 这段故事啊,咱们讲大阿哥和废太子的时候啊,已经讲过了, 不过呢,为了保证今天咱们故事的连贯性啊,今儿还得提一句, 这史料上啊,未曾交代, 不过这个事件的转折和变故啊,总不会逃出九月十八号到九月二十八号这十天当中, 说,就在这十天里的某一天的头上, 大阿哥印之此时蠢蠢欲动,大有太子之位,舍我其谁的意思, 康熙皇帝对这个跳梁小丑啊,是看在眼里, 饿在心头,于是啊,就把这个好大儿叫到身边, 一通臭骂,何欣的意思啊,就一句话, 他说这位皇长子印之,秉兴造极愚钝, 岂可立为太子啊,这大阿哥一听,呀,完蛋了, 没戏了啊,于是啊,他就望皇上爸爸跟前凑了凑, 抛出了第二道杀手锏,他跟这爸爸说, 张明德曾相印寺,厚必大贵, 今亲诸印仁,不必出自皇妇之手, 瞧着人家康熙皇帝这好大儿, 这是多替皇妇着想啊, 首先呢,替爸爸解决了, 不招爸爸待见的二阿哥硬仁, 其次呢,又给爸爸找了一位太子的接班人, 康熙皇帝,听到他这一份奏报, 差点没一口气窝过去,让他气死, 一口老谭就吐到他的脸上, 呸,当即将旨, 振思印之,为人凶顽愚昧, 不知义理,上果同印寺,聚集党羽,杀害硬仁, 其实,但知逞其凶恶, 其侠迹,急于镇宫,有爱否也, 此此,不按君臣大义, 不念父子至情之人, 寻为乱臣贼子, 天理国法皆所不容也, 哎,咱们在这儿啊, 就得停顿一下呢, 有人说啊, 这八个印寺啊, 绝对是吃了大个印寺的瓜腊, 这一次啊, 是着着实实让这个猪队友给坑了, 其实不然啊, 我前边为什么大费周章呢, 给您讲了两集, 这老八是如何结党经营自己的, 就是在这儿啊, 想跟您说明一下, 这康熙皇帝之后对老八的各种处分并不冤, 这老八呀, 他确实有谋夺储君之位的意思, 已经很久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 这康熙皇帝对他可就真提防着了, 没过几天啊, 就在9月28日, 这会儿的bug呀, 对前边发生的事啊, 可能还不知道, 他来干嘛来了, 他颠颠颠的给爸爸交纸来了, 因为啊, 他奉旨已经查抄了太子应仁, 乃公灵谱的家产, 把一切暗宗事由奏报完毕之后, 这老八印寺啊, 跪在一边, 等着爸爸好好的夸奖自己两句, 等了半天呢, 这康熙皇帝放下了卷宗, 抬眼看了看他, 发话了, 灵谱贪婪巨妇, 众皆知之, 所查未尽如此欺望, 朕必斩儿等之首, bug, 到处妄博须名, 人皆称之, 朕何为辙, 是又出一太子矣, 如有一人称道如好, 朕即斩之, 此权岂肯夹许人乎, 这句话, 作为皇帝的儿子, 听起来那应该是相当可怕的, 前半部分大概是说呀, 你查灵谱的这些罪行啊, 不对, 还有很多, 你隐瞒了, 这事啊, 你之所以查不清楚, 并不是因为你能力不行, 而是啊, 你想借机买他们的好, 包庇领谱这些人, 好以后让他们给你效力, 这样欺望镇宫, 你们就不怕掉脑袋吗, 老爸呀老爸, 你借着给爸爸办事, 到处是妄博须名, 人人都夸奖你, 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做的这些事, 是你的功劳大一些呢, 还是朕更英明一些呢, 那这样下去, 你不是跟废太子一样了吗, 今儿还把话放着, 以后谁再夸你啊, 我就弄死谁, 我还就不信了, 我这好好的老皇上还活着呢, 大权就能旁落咯, 这当时这八个, 听完爸爸这些话, 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反正我要是皇上儿子呀, 我听完爸爸这么说, 我立刻剃头出家, 这皇子我不当了, 即便是当下去呀, 我看也是弄不了一个善终, 康熙皇帝的圣怒, 远没至此结束, 转过天来呀, 就召集众皇子, 到了前京宫, 咱们要开一个大大的家庭会议, 康熙皇帝看了看这般自个儿的儿子, 呼, 还真不少, 整整齐齐的跪了两大牌, 许久, 康熙皇帝言道, 非皇太子后, 应之曾奏, 应是好, 春秋之意, 人臣无疆, 江泽必诸, 大宝岂可妄行窥似者耶, 应是柔奸成性, 妄絮大志, 朕素所深知, 其党羽早相要劫, 谋害应仁, 金骑士执以败露, 驻将应是所拿, 交予义政处, 审礼, 说完这话之后啊, 就是前面咱们提到过的, 老九老十四, 站出来为老八求情, 差点啊, 让爸爸给砍了, 结果呀, 一人挨了二十板子, 打不出去, 算是了事, 在这之后啊, 什么顺天府啊, 这步军统领衙门啊, 算是忙起来了, 因为他们得加班加点的, 审礼张明德, 欲行赐太子一案, 还有, 大个印之, 驱使大喇嘛, 巴汉格隆, 眼镇太子一案, 这两岸审结以后啊, 或多或少, 这八个又沾了包, 有人呢, 就替八个印刺明冤, 说这术士张明德, 的确呀, 曾经跟印刺提起过, 他的江湖朋友, 轻而易举, 就能除掉太子应仁, 可是老八听了以后啊, 十分惶恐, 并没同意, 并且把这张明德, 驱逐出了自己的府邸, 这老八, 明显是吃了瓜闹, 应该是没罪呀, 可是啊, 他皇上不这么认为, 作为看客的我呀, 也不这么认为,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皇子, 是贝勒, 是臣, 这太子啊, 是储君, 有人妄言, 要谋害太子, 你竟然隐匿不报, 你是什么居心呢, 你是不是站着一边, 看他谋害了太子, 好伺机去争夺储位呀, 所以啊,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 这执君王, 大个印之, 被萧去王爵, 终身圈禁, 八个印刺, 被隔去贝勒爵位, 所拿圈禁至宗人府, 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当中啊, 这老皇帝康熙算是看出来了, 可能自己废太子这事啊, 有点草率了, 首先说这太子应仁嘛, 他确实是比较混蛋, 可是啊, 他明显是被人画个圈圈诅咒了, 我这亲自教育了四十年的皇太子, 要不是被妖人眼镇, 他能这么混蛋吗, 不能, 你再看看其他这帮孩子, 老大, 老八, 老九, 老十四, 有一个让朕省心的玩意儿没有, 争夺其储位来啊, 一个比一个疯狂, 为了当皇帝, 对不起兄弟来, 是心黑手狠哪, 我看啊, 要是比起对兄弟动手狠来说呀, 李世民跟他们比起来, 都是孙莫子份儿的, 干脆呀, 我还是富丽太子应仁吧, 可是这康熙又一想, 我这挺大皇上, 总不能说不算算不说呀, 这朝令夕改的, 还叫什么圣旨啊, 于是这皇上他一拍大腿, 记上心来, 这废太子啊, 是我的主意, 可是这富丽太子, 我是不是能让这朝中的大臣提出来呀, 要是这么一来呢, 这太子也复位了, 我这老皇上啊, 也圆了个脸, 哎, 就是这么个主意, 于是就在之后的几次商议, 立谁为太子的会议上啊, 把那些平时跟废太子应仁交好的大臣, 派到其中去一起商议此事, 意思就是说呀, 用他们的言情起到一定的带头作用, 再者呢, 这皇上跟满朝文武啊, 也是经常的吹风, 时不时的就说, 哎, 就是我又去看太子了, 这太子的气色可是不错, 精神头也好啊, 而且呀, 知数达理的, 可不像前一阵子那么疯疯癫癫的, 看样子呀, 前一阵子就是有人掩阵太子, 才导致他疯疯癫癫的, 看来呀, 这孩子的本质, 嗯, 他还是好的, 就这样, 又过了几十天, 这康熙皇帝觉得呀, 这满朝文武, 大概其是知道自己的意思了, 于是啊, 就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 康熙皇帝决定较大起, 锦梁钟响是满朝文武齐聚朝堂, 这康熙皇帝呀, 胸有成竹的跟满朝文武功卿说呀, 在众皇子当中, 阔虎除大阿哥外, 选出一位皇子, 咱们做太子, 立为储君, 成为这大清帝国的皇位继承人, 还信誓旦旦的说, 于诸阿哥中众义水属, 镇继从之, 就是说呀, 这立太子的事, 得公义, 你们说了算, 谁想着康熙皇帝完全低估了八个在满汉朝臣心目中的地位, 他更加低估了八野党的这些首领, 阿灵阿, 阿伦奈, 葵旭, 王鸿旭在满汉朝臣中的串联作用, 果不其然呢, 没过多一会儿, 结果出来了六部朝臣, 凡大太监梁九公, 呈给皇上一个二寸长的小纸条, 上边字写了三个字, 八个, 这康熙皇帝坐在金轮宝座上啊, 一看这三个字, 立刻就觉着脑瓜仁疼, 看样子这事跟朕想的他不一样啊, 这会儿的康熙皇帝, 他是又惊又恨啊, 他惊的是没想到啊, 这老八结党竟至如此地步, 他更恨这帮大臣, 镇公在位五十余年, 你们个个嘴里天天称颂, 镇公我是千古一帝, 可是到了这看直的时候, 你们没人跟我一条心啊, 你们人人知道我有富丽太子之心, 可是偏偏选出来的人选, 是在宗人府圈进的八个印寺, 这不是诚心的跟镇公我对着干吗, 可是这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刚才自个儿不是说了吗, 众议水鼠, 镇计从之, 我要是现在就说不同意, 他们搬出这句话来, 岂不是就把我挟制住了, 这以后您要是跟谁聊天, 再提到皇帝说话一言九鼎的时候啊, 您就想想咱们今天这故事, 这康熙皇帝现在就有点要开始耍赖了, 康熙皇帝说, 立太子之事关系甚大, 而等各亦尽心详意, 八个未曾更事, 尽又离罪, 且其母家义甚微贱, 而等其再私之, 华这意思是说呀, 立太子的事啊, 那关系重大, 你们呀, 应该想清楚了, 再投票, 八个呀, 没见过什么世面, 并且呢, 刚刚又获罪了, 他姥姥家呀, 是新者库出身的罪级, 你们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啊, 应该再思再想, 琢磨清楚咯, 今儿啊, 天晚了, 咱们就到这儿, 有什么话呀, 咱明儿再说吧, 这一宿的工夫还不快吗, 眨没一下眼呢, 就到了第二天了, 继续朝会, 这大臣们啊, 是拿尽了主意了, 您要是不问我们呢, 您就钱刚独断去, 您那几个儿子都是亲生的, 爱立谁立谁, 您要是问我们呀, 还是那仨字, 八个, 可是啊, 在康熙皇帝昨天小瞧了他们的同时啊, 他们也小瞧了康熙皇帝, 这康熙皇帝是谁呀, 八岁登基, 秦敖拜平三番, 收复台湾, 亲征格尔丹于墨北, 抽的俄国老毛子是满地找牙, 论玩心眼啊, 你们这帮满汉大臣呢, 还不得一定能玩过阵宫, 昨儿晚上啊, 这康熙皇帝没睡觉, 想了一宿主意对付这帮人, 这朝会一开始啊, 康熙皇帝先黄固了一下四周, 看了看这些和自己作对的大臣们, 他发现这满朝文武啊, 也偷眼看他呢, 他们正等着啊, 这皇上下令继续公推太子, 可是这皇上啊, 压根就没打算再燃这茬, 这皇上啊, 喝了口水, 清了清嗓子, 跟这帮大臣说, 你们猜怎么着, 这大臣说怎么着呀, 昨天晚上镇宫我呀, 做梦了, 梦见俩人, 一位呀, 是孝庄文皇后, 就是康熙的奶奶, 顺志的妈, 说在梦里呀, 孝庄文皇后见到镇宫我之后, 我非常的不高兴, 就指着我鼻子质问我, 对这个太子应仁啊, 太不好了, 你这当爹的怎么能不给孩子机会, 一棒子就打死呢, 不单梦见孝庄文皇后, 正宫我呀, 还梦见孝成仁皇后了, 这孝成仁皇后啊, 是康熙皇帝的抓就是夫妻, 正宫国母皇娘, 元后贺奢礼士, 就是这废太子应仁的亲妈妈, 说到这儿啊, 这康熙皇帝他不言语了, 这大臣不还等着听呢, 对呀, 您梦见这孝成仁皇后, 皇后跟您说什么了呀, 这皇上说孝成仁皇后啊, 看见我, 背对着我, 就没理我, 看样子呀, 这皇后是觉得我处理应仁太重了, 这皇后啊, 肯定是伤心了, 这正宫我呀, 总想跟皇后说句话, 他又不理我, 我一着急, 哎, 醒了, 醒了之后啊, 这正宫我一琢磨呀, 他是这么个意思, 你们看啊, 这废太子应仁, 经过多日的调制啊, 这封级, 我看呀, 已经除去了, 本性全富, 我倒是觉得呀, 他完全能够胜任太子这份工作, 你们认为呢, 满朝文武一听啊, 这话就已然说明白了, 您是皇上, 您说让谁来做您的接班人啊, 我们没意见, 这公推也是您的主意, 您既然想要复立太子啊, 得, 那您说了算, 我们没意见, 于是就在十一月十六日, 废太子应仁被释放, 这明显就是板上钉钉的告诉了大家, 这太子是必然会复立, 这康熙皇帝想啊, 也不能白了这文武功卿的一片心呢,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八日, 康熙皇帝也恢复了八个印刺的贝勒爵位, 本以为随着太子的复卫, 这件事情就逐渐消停过去了, 无奈呀, 树欲静风不止, 老天爷好像在故意跟老八开玩笑, 一只死鹰不但彻底断了康熙和八个之间的父子亲情, 而且差点把老八的脑袋玩丢了,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是明天我继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要知后事如何, 您窃听下回分解, 拜拜。